圣河赛中央大道是哥斯达里加首都圣河赛的主要街道之一 它长约1.8公里 连接市中心和外围地区是哥斯达里加 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建于19世纪 哥斯达里加第一任国家元首 胡安、莫拉、费尔南德斯雕像 旁边就是国家大剧院 大剧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是典型的欧洲剧院建筑风格 它的内部装饰极其奢华 有大量精美的雕像 街道中央有一个钟表喷泉石柱 可惜钟表停摆了 大剧院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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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古老的大街现在是一条步行街 街道两旁都是商店 一些小商贩也在这里摆摊 售卖自己的小礼品 这栋名为约翰诺尔父子的二层楼建于1914年 现在是一家品牌时尚服装店 与中央大街交汇的街口有卖水果的固定商贩 这是一个家电商场 全国连锁的另一个家电商场 也在街上开展促销活动 这段道路上摆摊的小商贩明显多了起来 哥斯达黎加国家银行也在这里设有一个点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服务 街道上有一个肥胖妇女的雕塑 与她合个影吧 有一老年人在街边演唱 街上有一家国家 国家彩票售卖点 国家彩票每星期天开奖 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大楼 哥斯达黎加中央银行前的广场上 有一组同住的雕像 他们是工人 农民 老人 妇女 儿童 是普通老百姓阶层 是中央银行为其服务的对象 是中央银行为其服务的对象 这座漂亮的大楼建成于1914年 是哥斯达黎加的 游店大厦 是中央银行为其服务的对象 游店大厦 对面是哥斯达黎加政治家 军事家 总统胡安 拉斐尔 莫拉的雕像 雕像下的名文是胡安 拉斐尔 莫拉 祖国感谢你 胡安 拉斐尔 莫拉总统 生于1814年 适适于1860年 银行为其服务的对象 银行为其服务的对象 游店大厦 对面的大楼建造于1923年 中央公园位于圣河赛市中心 公园中心的建筑室 一个用于演出的舞台 有圆顶音乐厅的美称 因为这里经常举办音乐会 中央公园的旁边 就是阿拉胡埃拉中央大教堂 这里热闹非凡 车辆在街道上穿梭不息 人群嘻嘻嚷嚷 而中央公园里却是休闲 纳粮的好地方 公园内有一些人 在宣传基督教义 中央公园内有一些人 和ему国家的彼此 并不专门 中央公园孔 契造成为《最新的森林》 即将所承拐敛 阿拉乎埃拉中央大教堂是哥斯达里加 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建于1802年 原本是一座木制教堂 后于1871年被重新建成现在的 大教堂 教堂采用新哥特式建筑风格 拥有两座塔楼和一座大圆顶 教堂内部装饰精美 有许多壁画和雕塑 教堂内部装饰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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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胡埃拉中央大教堂每天都对游客开放 是哥斯达里加必去的景点之一 大教堂窗户上精美的玻璃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